台北万华龙山寺最近传出了鼠背横行 就在大门外面两旁的花圃当中 有老鼠在里面乱窜 还跑到这个人行道上 吓坏了很多观光客 那么这里可以说是台湾知名的景点 许多观光客跟游客在这里 现在大闹鼠患可以说是影响到了台湾的形象 旅行设小巴放下一批又一批的日本游客 万华龙山寺是国际知名景点 但现在却传出大门外的花谷中 居然有鼠背横行 树洞里钻出小老鼠睁大眼睛东撞希望 外头艳阳火辣辣 一旁人心跳游客人来人往 小老鼠完全没在怕把这当自个家 右边这根树它的洞洞 洞洞的话它就会有躲藏的地方 做老鼠草 它走这个旗楼 走这个人心道 有时候老鼠就是不怕人 不怕生人 它就跑出来 把一些尤其女生吓得娃娃叫 哎呦哎呦哎呦这样子 正在龙山寺外 左右两排花谷中 小老鼠整日左右来回乱窜 预估至少300只跑不掉 甚至经常钻上人心道 老鼠当街跑还传出阵阵恶臭 把路过的民众参乡的信徒 全都吓坏了 所以你每次走过来的时候都看到 都大家再来争气啊 是不好看啊 要改菜 因为我想说应该把它解除掉 然后再重新种化比较好 很夸张 人多的地方也真的夸张 不太好 警官对警官来讲 很煞风情 知名景点 这下成了老鼠国 情况已经长达将近两年 龙山寺形象大减 准备展开独属大作战 周团圈主角刘晓琪台北报道